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北斩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全美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邹志强 志强你好 马台长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说台湾的新冠疫情大爆发 您能在节目当中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台湾疫情的最新进展情况吗 是的 台湾本土疫情持续爆炸 国内本土的个案每一天新增了200到350例 而且还包括一些死亡的病例 本周六有353例 周日有287例 今天第14天又增加了590例 包括今天新增了334例的话 还有256例所谓的回归矫正 这种增长令人比较震惊 一直到周一 从5月11号到23号 台湾总共有3066宗新冠肺炎的本土个案 另外有6个死亡的病例 那在本周之前台湾对这个新冠病毒的含止 看起来过去看起来都是很有效的 那过去在通过这个疫情早期关闭这个边境 而且要求所有海外来的华人或者是外国人 入境台湾的时候必须严格的两个礼拜的隔离 所以说除了这个以外 几乎没有其他的防疫的措施了 也没有做什么检测 因为没有 所以说也没有比较容易去发现 因为没有做检测 也没有发现这个潜伏这个病例 疫苗的接种也非常的低 接近于零 那可是在国际上 却被夸为这个防疫这个最成功的地区之一 那让台湾的老百姓 还有当局的高度的致满 对于这个风险也失去了这个警惕 那段时间老百姓的生活 在几乎上是说起来是不受限制的了 但是在这个4月14号以后 因为这个大家觉得疫情很放置 控制的很好 那台湾就允许这个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 过去做这个结束完这个航班访台之后 反台之后只要三天的隔离 那现在他把它改成这个五天 本来是五天 他把它改成三天 因为这个觉得就是说 这个台湾现在疫情控制得很好 结果不做还好 这么一做马上造成了这个严重的后果 一个礼拜之后 台湾那个华航有一个飞行员 在澳大利亚做的病毒检测 马上就成了阳性 然后台湾的卫生官员很快就开始扩大 放松了之后我也继续回去 现在我看我也又要等一阵子了 那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肆虐 民众在过去这一周 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家里面 然后出门又必须戴口罩 但是台湾目前还没有宣布全面这个行动的限制 那虽然学校是关闭了 社交聚集也实施了限制 人们都在家工作 餐饮业也只能外卖 旅游业几乎就暂停了 而且不准这个群聚等措施 那这一波的疫情给台湾民众感觉到 回到过去防范SARS的那种人心惶惶的情形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台湾过去没有做这个普筛 所以很多隐藏的病例 这次也被检查出来 那要查这个源头 几乎根本就无法查起 那当局也在这个疫情严重的地方 大幅的增加这个快速检测的这个数量 做这个病毒的检测的人 因为就排长队来为了这个检测 那一些一些卫生专家还是比较担心 跟这个和这个病毒传播的数量来说的 病毒的检测的数量还是太少 另外一方面台湾的问题就是说没有疫苗 一直到周三台湾收到了海外订购的 这个40多万剂的阿斯克康的这个新疫苗 再加上已经有了30万 总共有70多万 这个数字在台湾人口说起来 基本上就是杯水车薪 那台湾目前台湾接种这个疫苗的人比例 在2400万人来说的话 比例占的不到1%了 那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很快能够控制疫情 少打一些口水战 少一些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决定 究竟这个人命关天 疫情呢也不分这个蓝绿 老百姓的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台湾很快就能够回复这个正常的生活了 台湾呢曾经连续一周单日的确诊破百人 但是台湾政府呢认为没有必要封城 英国的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的创办人接受专访时说呢 越早封城代价就越小 等得越久呢要采取的行动就会越大 志强对于台湾社会来说 封城有可能性吗 可能性不大 因为台湾 但不管怎么样 台湾现在也定出了这个每天 这个超 如果超过每天超过100例的话 连续14天就达到这个封城的标准 也就是说未来10天 如果每一天能够 还是超过都100例的话 台湾有可能会封城 但是那个台湾的这个指挥 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就是说 这个现在目前这个警戒还是维持在第三级 第四级就是封城 那台湾这个指挥中心认为就是说 目前讲的话绝对没有必要 要到第四级封城 他的解释说 因为当初定这个四级封城 这个防疫的标准 并不是说只有连续14天 每日确诊突过100人为依据 还有就是说就必须有超过一半的这个确诊案 是找不到传播链的 那根据这个疫情的调查 每一天这样算下来 他说不足四分之一的 是找不到传播链的 所以说他认为 这个潮播链 必然讲在台湾的话 是可以找得到的 所以说他认为目前为止 没有必要这个升到这个封城 这个第四级 那目前呢 在台湾的本土这个确诊案 大部分都集中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那陈志宗也说 台湾目前已经在第三级防疫警戒 应该标准一致 说法一致 脚步一致 才不会造成这个社会的这个混乱 那台北市跟新北市 既然这个是警戒 目前在第三级 如果再上升 就是到封城嘛 那外界很多人也在质疑说 台湾当局为了避免这个影响的经济 而不把这个警戒提高到这个程度 因为一旦封城 台湾会付出很高很高的这个经济代价 那经济的 今年的经济成长 恐怕难保5% 但这个陈志宗还是解释说 防疫需要时间 如果一下子提高到最严重的话 会造成这个抗疫 这个疲劳 那我们也晓得台湾的经济 主要是说靠这个 靠这个内需 还有这个出口 还有台商这个返台投资的三大支度 那去年是成长率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疫情的持续扩恶化的话 甚至如果双北进入这个封城的话 那会影响到台湾的一些科技中心 还有一些科技大厂 甚至鸿海 所在的土城 可能都会停摆 这样会进一步的打击到台湾的出口 台湾目前的经济成长率 还没有预期的成长的5% 可能就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因此台湾的民众表现出这个防疫意识 还有这个数值 普遍是比别的国家高了一点 那即使算这个 就算台湾这个疫情缓不下来的话 台湾也不一定要走上这个经济代价太高的这个封城 那从效果来看 封城也不能保证 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疏漏 如果没有完全这个封锁的话 只要一有破口 效果也会大倒折扣 那花了这么多资源 又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的话 如果封城失败的话 这个会造成更多的负面的结果了 所以说台湾目前还是不主张用封城的这个情形 有消息说呢 蔡英文的官邸 有一名职工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志强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吗 是 这个蔡英文这个官邸里面有一名这个会议 这个帮这个蔡英文养了这些卷 这个狗的这个职工确诊 那蔡英文的这个发言人很快就说 是证实有这么回事 那是一名这个照顾这个退役工作 这个狗的这个志工 主动通知他确诊的 得知消息之后 蔡英文这个医疗团队很快就启动这个应变作业 在第一时间为蔡英文还有相关的人员 进行的核酸检验筛选 那筛选总共25位 结果都是阴性 那这个消息传出也让蔡英文这个领养了四只狗 再被这个搬上这个台面 过去国民党这个 这个 这个马英文也养过那马英文马英文马英九是养过一只而且还有周美清 他在帮他照顾但是这个蔡英文是单身那怎么怎么他怎么样一个人能够照顾这个四只狗呢 现在发现说原来是因为是因为有志工啊来特别的照顾啊那所以说他们就说啊马英九也养过啊但跟马英九不一样的是马英九养的时候所有的开支啊都是马英九中美清一手拉拔照料啊连随 回护想帮忙都都都都都尽量不让回护做任何事情 用网友的评论说呢不喜欢方舱不要紧干脆叫苏贞舱好了引来了演播室里的哄堂大笑 呃志强台湾现在真的是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不造方舱吗 当然了台湾现在民进党由于是民进党这个现在就是有一种这种心种有种症状啊只要是大陆有的大陆做的不管是不是有益处他们都是抱着这种反仇仇仇的态度给予否定或者是排除那在TVBS这一党这个政论这个节目中啊主持人这赵玉州也引用网友的评论说出不喜欢这种反仇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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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 喜欢方舟不要紧 干脆叫苏贞昌仇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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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 不一定要叫方艙醫院 也可以叫別的名字 叫做輕症醫院 或者是檢疫醫院都可以 回顧湖北武漢 去年在封城火樹建成火神山 雷神山這個醫院 加上各大場館改造 而成了方艙醫院投入實用 也就是大陸疫情受控轉捩點 台灣或許不需要因為疫情的徒生 去蓋一些新的醫院 但是眾多由於第三級的警戒 而關閉了許多公共室內場所 或許可以擺上一些病床 來改建為臨時收治的場所 讓所有確診的病例 無論輕症或者是無症狀的 都能夠有機會獲得治療 那方艙醫院其實就是收治 或者是輕症或者是無症狀的 病人的空曠醫院 這樣的病人待在專責的醫院 或者是隔離的病床 事實上是一種對一般的正常醫院 是一種醫療的浪費 讓檢疫者住在防疫旅館 讓輕症者待在方艙醫院 讓重症者或者是交給大型的 專責的醫院來整治 這樣子的話才能應付接下來的狀況 因為這次疫情的嚴重 主要是集中在北部 雙北市兩市已經也有類似的做法 台北市的柯文哲宣布 北市防疫的旅館分成三級 分為收國外返台的居家檢疫 還有一般防疫旅館 還有收居家隔離的防疫旅館 還有加強版專責的防疫旅館 也就是類似台灣版的方艙醫院 目前已經有四家這個防疫旅館 轉變成為方艙醫院 那新北市的侯友宜 也在研議是否要設置這個方艙醫院 他說他目前也是不斷的在這個 尋找這個建築物 或者是新建的臨時建築物 作為這個方艙醫院的選項 那目前有多個選址都在評估 尚未定案 那至於這個是否要建方艙醫院的事情 台灣的疫情中心 這個程式中表示沒有考慮 還是以區隔為重要這個指導原則 就是盡量把這個感染和沒有感染分開 那台灣這個媒體 網路媒體為這個事情做了一個民調 認為台灣需不需要蓋這個方艙 在5月20號到5月20號兩天 那參與投票的網友裡面 有75%的人認為需要 24%的人認為不需要 最近國民黨在臉書上發文 批評蔡英文執政五年有五大缺失 疫情肆虐之際 還要面對缺水缺電缺疫苗 與黑道治國食安破功 國民黨要求蔡英文在520這一天 為自己的執政不利向全民道歉 志強你怎麼看 這今年520號是台灣地區領導人 蔡英文連任後的就職周年 那民運黨不像往年一樣 大張旗鼓的大肆慶祝 今年反而是盡巧巧的 非常的低調 也沒有發布任何的公告 這個各種原因當然和最近這個台灣 所發生的一些重大這個事件有關 現在台灣這個面臨這個缺水 一個週一週之內兩次這個全島大停電 還有新冠狀這個疫情的爆發 患者在連續幾天之內每一天都超過這個200 200例 5天之內超過1000例 老百姓人心惶惶很不安 那回顧這一年這個蔡英文的執政 在內政上可以說是乏善可成 那民運黨必須藉著這個反中仇中 來維持他的執政 無能的假象 其中最近又噴到這個國際情勢的變化 導致這個兩岸的關係更加嚴峻 幾乎要到這個火車對撞的地步 過去這一年因為美國這個總統川普 面臨總統大選 然後加上防疫的失策 因此遷入中國 然後就利用台灣大打台灣牌 台灣在這一方面 認為這次是有美國的支持 這個台獨這個勢力更為囂張 那民進黨也利用各種事件來操弄這個兩岸關係 在這個疫情蔓延的時候 攻擊這個世衛組織 還有配合其他的國家來一起來汙昧這個大陸 在大陸疫情緊張的時候 缺乏物資的時候 也拒絕提供這個口罩給大陸 而且他還隔離兩岸人民的來往的交通 到今天還稱這個疫情 叫武漢病毒 所以說這些一般的這個無理這些措施 也導致這個兩岸的關係是越來越疏遠 那在西方的這些國家圍堵中國之際 加上西方的媒體也大肆宣傳大陸這個軍事威脅等等這個論調 那台灣這個外交負責人吳釗燮也不斷地接受外媒採訪 維言聳聽的說這個大陸準備攻擊台灣 要為這個戰爭局勢做準備 種種的來爭取這個國際的同情 這些敲戰鼓這些言論 對兩岸的關係毫無注意 只會對局勢製造更多的困擾 那一年前的今天 蔡英文曾經說過 他說我會留下一個更好的台灣給各位 今天台灣這個疫情這個肆虐 疫苗短缺缺水缺電 還有這些台鐵發生一些事故 還有墜機 大陸這個軍機擾臺 還有黑幫的風波 治安的隱憂 萊豬的進口 這可以說真的是這個風不調語不順 國不泰民不安 這些連番的事情都是人禍 外交的政績也是慶竹難書 讓蔡英文讓人民感覺上缺乏安全 而且還缺乏和平 搞到這個英國這個經濟學院 這個雜誌都認證台灣是世界上 最危險的地方 這個是什麼樣的政府 才能讓人民活得不安全最危險呢 那最後用這個國民黨江啟成說的話 他說他如果要寫這個 這個就職周年這個講稿的話 除了寫這個 愧對國人這四個字的話 實在不知道該寫什麼了 雅虎奇摩新聞網站呢 在18號發起了一個民調 以蔡英文二次執政將滿一年 你的滿意度如何為提 進行網絡投票 投票時間呢是5月18號到23號 那麼截止在18號的下午五點的時候呢 有79.5%的受訪者 對蔡英文表示是非常的不滿意 而志祥您對民調的結果怎麼看 事實上在雅虎這個民調的前一個禮拜啊 在這個TVBS5月11號到14號 也做了一次民調 這一次這個蔡英文 因為這個是不是網路的啊 這一次這個蔡英文這個滿意度 也是從就職這個以來之後 這61%掉到41% 這個不滿意的從25%升到44% 要了解說這個民調 還是在疫情突然爆發 斷電之前做的民調 如果再晚一個禮拜做民調的話 碰到這個疫情爆發 還有這個停電的話 保證它這個滿意度可能 再會再掉個10%到20% 那所以說這次這個雅虎做這個民調 這個蔡英文這個這次民調 這個調到 將近79.5%對她非常非常不滿意 我們是一點都不意外 那個 而且最近台灣這個老百姓 對蔡英文這個當局 共同的印象就是 缺水、缺電、缺疫苗、缺醫療 沒有食安、黑到橫行 缺水呢 就是因為沒有前瞻計畫 缺電呢是因為反核 缺疫苗呢是因為反中 那疫苗還有疫苗外交了 那缺醫療是因為認為防疫成功 太過缺醫療太過自滿 所以說沒有做充分的準備 而且對於高達7成民眾反對進口這個毒株 萊豬的話 蔡英文還是一意的孤行 犧牲這個國人的這個食品安全 而且台灣最近連連發生一些槍擊案件 黑腔泛濫 還有黑道橫行 甚至有黑道背景的人 都能夠擔任國策顧問 勾結黑道 所以說對這次民調的結果 蔡英文應該心知肚明 但是她這位被亞洲週刊 稱為這個獨裁女皇的這個蔡英文 她會在乎這些民調嗎 我看可能很難 好的 謝謝志強 那麼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 感謝收聽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 謝謝馬台長 謝謝聽眾的收聽